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梦想就该这样 本节目由我是小药 我就这样 小样小乳酸 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田馨 东南卫视后 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今天是第38天 在海上航行的一个多月 现在船上的补给 是否还充足 这船员们主要吃什么食物呢 下面赶快让我们通过 微信电话来连线宅墨 了解一下 宅墨老师你好 我是田馨 现在船上的补给 还充足吗 现在一直好一下 就是我们试团的 就是像钓鱼 结果一直是没有钓到鱼 然后我们现在吃的 基本上是备用的 像泡面面 罐头 还有包括什么 你最早饿的 什么你说 面包一类的 明白 现在这个船上条件非常有限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再忍耐几天之后 相信不论是伙食还是生活条件 都会有很大的提高的 好谢谢您的连线 期待明天再次跟您通电话 梦想就该这样 本节目由 我是小样 我就这样 小样小乳酸冠名播出 现在我手上呢 就拿着一张新加坡的50元钱 在这个50元钱上 你会发现 既然有四种语言 马来文 中文 泰米尔文 和英文 其实像这样 多元文化融合的例子 在新加坡是随处可见 没错 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 多民族 多元化的移民国家 它主要是由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和欧亚裔人 组成的 正是因为多民族的融合 和构成 所以新加坡 一直都是一个 和而不同的国家 那由于它所实行的 多元文化包容政策 也使得居住在这儿的 不同族群 都可以和谐共处 共享多元化 所带来的丰富与多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带各位来认识 这样一个新的移民家庭 来聊聊他们的 新加坡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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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粒相待 电冷面都会打烧屋 然后我在节日上面都会有一点来往 毫无疑问 新加坡组屋制度是承托这个国家独立四十多年来有效运转的机制 组屋不仅最大限度满足了新加坡国民的居住需求 还扮演着消除民族隔阂 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 成为新加坡实现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政策 以及培养国民一体化民族意识的重要助力 欢迎回来 这里是杨帆走海思 我是主持人甜心 那今天我们演播听的依然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 来 首先叫他们 他们是来自福州大学的苏文静教授 以及来自华侨大学的黄海德教授 欢迎二位 刚才通过片子呢 我们了解到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这个移民国家 其实它也有主要的四种人群来构成的 虽然有着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但是很奇怪的是 在新加坡我们却没有看到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反而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和谐共处 到底新加坡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啊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今年才50岁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加坡公民 他们的祖先都是从世界各地移民来的 那绝大部分当然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去的 所以华人在新加坡的四大族群里头 他是占的人数是最多的 那我们知道在50多年前 这些人各自对自己的祖籍国的认同 或者对自己的这种身份的认同 都是跟自己原来的祖居地是相连的 也就是说其实之前他们认定英文是 我是中国人 我是印度人 我是马来人 对 是的 那个时候他们并不认为 自己为之建设的这块土地就是他们的家园 那一直到了1965年 当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时候 建国首领李光耀 他们以极大的智慧 要让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 不同文化 不同宅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在这块土地上 把它当作家园 把它当作祖国 不仅仅为他工作为他劳动 而且在文化宗教信仰上 逐渐的跟自己的祖居地产生玻璃 然后树立起一个 我是新加坡人 这样的一种民族观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创举 其实说到这个创举当中 得归结到各个政策的有力推行 比如说祖屋政策 祖屋是由新加坡政府提供给 居住在这儿的新加坡人的 一个非常好的保障性的住房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 就会发现 在祖屋 每一个祖屋的居住地的边上 基本上都会配有一个小贩中心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美食城 基本上新加坡人的 一日三餐都是在这儿解决的 在这儿你会看到各个国家不同口味的食物 像是中餐 马来餐 印度餐 其实到底这个祖屋的政策 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加坡的多民族的融合 起到怎样一个作用呢 住房问题是 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新加坡当初在这方面也遇到了难题 就是刚才苏家属讲到的刚建国的时候 那么当时是40%的居民是住在这个平民库 还有彭富区 那么当时新加坡政府就采取了一个政策 就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建物发展局 建物发展局的话 然后负责建造这个实施主屋计划 实施主屋计划 这样的当时是就是说是新加坡政府的理念 居者有其无 居者有其无 然后实行的是小户型低房价 这样实施的后果的话 就让新加坡的大部分民众 就是说新加坡的公民 那么享有了住房权 那据这个是前两年统计 现在新加坡公民的总人口之中 大概有80%左右的人 这个是享受到了祖屋居住计划的好处 也就是说新加坡当中应该80%的人都住在像祖屋这样的地方 居者有其无 我们经常在新加坡的时候会看到 就是同样的一个这个一栋楼里头 二楼在唱着古兰经的这个盛曲 三楼我们听到的是佛教的这种换出来的一种音乐 可能到四楼它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家庭 所以不同的宗教不同文化的人 它共处在一个市区里头 就为这种文化的交融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我觉得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 远亲不如近邻 让大家住在一起 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 更多的去了解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在相处当中建立起来的 然后通过了解之后 打破隔阂 打破误解 反而大家成为一家人了 我觉得这个祖屋政策的这个推行 真的对今天新加坡多元文化这个融合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因为种族的不同 自然会带来宗教信仰的不同 刚才我们说的还仅仅是生活习惯方面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个片子来了解一下新加坡 作为一个多宗教文化国家的美丽 现在呢我是在新加坡市中心 一条非常繁华的街道 直落亚裔街 那么新加坡啊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现代化 非常繁华的地方 而在这里呢 却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 就是天福宫 那么天福宫当中啊 所供奉的神明呢 是我们华人明天信仰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明 妈祖娘娘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有海洋的地方 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 有妈祖 全世界呢有很多的妈祖庙 而新加坡的天福宫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天福宫 坐落在临海的直落亚裔街 直落亚裔是马来语水湾的意思 因此当时这里是航海者的必到之处 凡是南来或北归的华人 都把船舶停靠在宫前 然后到宫内 拜四妈祖 祈求海部扬波 平安返国 建于1839年的天福宫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 至今天福宫内还保存着许多石碑和匾额 这些石碑上还详细地记录着 当年建金建庙者的方名和船名 千年前 马祖由民女成为海上女神 保佑船舶安全返航海民安居乐业 是一个渊远流长的美丽传说 千年后 马祖信仰飘洋过海 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 成为华人圈最庞大的精神体系 更是一个跨越地域时空的传奇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融合的移民社会 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也互相包容和谐共存 现在呢 我是在马里安曼新都庙 这座庙宇啊 是一座印度教的庙宇 那么这座庙还有一个巨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位于牛车水 也就是中国城的庙宇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街对面 其实都是有非常多这个华人的商铺 那下面呢 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这个马里安曼新都庙 到底是什么样的 需要拖鞋才可进入的 马里安曼新都庙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 外墙上的诸神雕像 似真似幻 那色态真是奢华无济 却又安之若素 站在建筑下 只能矗立和仰望着 这样的抑郁风情 与神圣信仰交柔的风情 新加坡这个神奇的地方 面积不大 却地处交通要道 近代的贸易繁华 促进了人口的迁移和文化的交流 各种东西方文明汇聚于此 宗教也随之而来 加之新加坡政府的各族和谐共处的政策 造就了世界上少有的宗教繁荣的盛况 欢迎回来 这里是杨帆走海思 本节目由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白酒品牌 斯特东方韵 亲情呈现 刘汉喝盐点 盐点口口指定合作 通过刚才那个片子呢 让我们更加切实了解到 这个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宗教国家 它所带来的宗教融合 那能不能这个黄老师 给我们再说说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它这个宗教信仰的话 这个和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像原来华人和马来人的宗教信仰 也不相同 那么华人家里边经常供奉有土地公 那么马来人呢 他供奉有拿督公 但是通过民族的融合 这个宗教信仰之间也互相影响 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说在华人家里边呢 也供奉有马来人信仰的拿督公 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是在马来人居住的地方 华人居住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普遍的现象 这也是新加坡特有的一种民族现象吧 我觉得 这个实际上也和新加坡制定的宗教政策是相关的 那么新加坡政府的话呢 它是提倡宗教之间互相宽容 互相包容 那么它成立了一个宗教联律会 十大宗教轮流 这个是座庄担任主席 那么我们还可以很高兴地看到 在前年我们国家传统宗教 道教会的这个陈道长 担任了新加坡宗教联律会的主席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多民族的和谐共处 我就在想 其实因为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和谐共处 这个宗教门的这个和谐共处 对于新加坡而言 它不是一个理想目标 是这个国家它要生存的必须条件 因为它的这个基本国情就是多种族的构成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人很聪明 因为它明白新加坡要生存要发展 所以它们自下而上的推行了这种多元文化暴容政策 使得它们今天把这个劣势反而变成它们的优势了 把这个各族群的人们在这里可以和谐共处 同时还创造了这么丰富的多元文化的这个内容 使得我们这些到新加坡参观旅游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多元文化的魅力 现在呢我是在新加坡的小印度 那有人告诉我说呢 来到这里一定要调动你的五感 你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视觉来感受 那么一到这里呢 我就闻到了空气当中所弥漫的印度香的味道 同时呢耳朵当中还听到了印度的音乐 让我真的好像来到了印度以后 在结婚的时候呢 他们要画整个手臂全部都要画满的 那今天老师给我画的只是 让我体验一下 已经画完了好看吗 走累了的时候 一杯热乎乎的印度拉茶必不可少 非常棒 刚才我们的老板非常热情的行为喝这杯茶 然后告诉我说还有一种印度语 另外的语言是叫这个拉茶叫做菜 跟我们的这个茶有点像 然后他非常热情的可以说教我做拉茶 我现在还可以做拉茶 我就是一个好媳妇 好媳妇 已经教了我这个怎么做拉茶 我现在自己试一下 这个是红茶 然后这是热水 热水 这个炼乳是甜的 然后一勺的炼乳 牛奶 牛 Enough Enough OK So I just mix and mash 然后再混在一起 拉茶 我们要拉一下 再把它放到这个玻璃杯里面 好 最多的拉茶好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杯拉茶 你先试一下 然后告诉我 是这样的 OK 好 说得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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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走边玩 逛完了充满印度风情的小印度 不远处的甘榜河南 又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阿拉伯风情 阿拉伯街只是短短的一条街 却汇催了许多与伊斯兰教徒有关的日常生活用品 记住 还有 可以 这边有神灯传说中的阿拉伯神灯看到了吗 我赶紧在你的机会许三个愿望 神灯神灯来赐我身体健康 赐我工作顺利 第三个我想要再多三个愿望 这里量身定做的阿拉伯香水 香味十分浓郁 香水瓶更是独一无二 每一个都像是同一千零离叶故事中走出来的宝物 让人爱不释手 所有这些玻璃瓶 所有这些非常精美的瓶子 你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从埃及过来的 你想想在新加坡这个地方真的太有特色 连埃及的东西都可以在这边买到 在这里 你会沉浸在各种风格 各种文明的氛围里 理性严谨和乐天奔放可以毫不冲突 不同的族群都能以他们最舒适的方式生活 这就是新加坡 我是谁样 我是这个样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杨帆走海思 本节目由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白酒品牌 斯特东方运行亲情呈现 刘汉喝盐点盐点可口指定合作 这两天我们都在聊新加坡 我个人觉得去新加坡旅游是一件特别值回票价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看在一个国家 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民族风情 其实在新加坡 我们来说新加坡的不同的民族风情的时候 到底在这边旅游的时候有些什么礼仪禁忌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到新加坡 马来族群 他们的国教是伊斯兰教 而伊斯兰教有一点跟我们华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华人是以左为尊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南左女右 其实在伊斯兰教里头是以右为尊的 所以你跟伊斯兰的新伊斯兰教的朋友握手 就不要两手相握了 就右手相握就可以了 然后你吃泥品 然后吃鸣片 吃吃的东西给对方 你进入右手沉上 对 右手沉上就可以了 我们就能吃鸣片 我们就能吃鸣片 谢谢 谢谢 谢谢